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机器里面批出来的 就是每一个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它卖很便宜 它是批发的 所以它的machine弄出来 然后很简单很简单的弄出来 ok 然后就给你们再看另外一个照片 下一个照片 有没有 白色而已 很普通 照概都可以 随随便便都看到 白色 这个很熟哦 这个吉他很熟 好像有看过 如果 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照片 如果有一把吉他 它是custom made的 你知道吗 custom made就是说 有一个客人他要要求 我不要这样普通的 我要很特别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把 是我这样的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师傅 他就会去选 这个吉他要用什么木 什么电子的东西 什么线 什么木 ok 它就会挑出 弄出什么样的吉他 ok 下一个 大家看一下 蓝色的 有没有很美 有没有很美 有没有比那个白色的更美 ok 白色那一个哦 ok 它哪里都看到了 白色 对不对 很普通 可是你看这把 哇 蓝色的 你看到它每一条线啊 ok 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吉他啦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 很开心 ok 它很美 整个艺术品 这样这个世界只有它一把有 阿们嘛 所以我们的人也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人每一个人啊 都是独特的 如果你相信 你说阿们 ok 所以我们看 你不是大量装配的产品啊 你是被量身定造的 你知道 custom made什么意思吗 你是被量身定造 独一无二的创作 ok 可能你看过有一些人 有没有跟你讲过 哇 你很像他哦 你们是 你们是姐妹吗 还是你们是兄弟 怎么你这样像他的 哇 那个脸整个 可是你们不认识的哦 ok 就算你再多像都好 都是两个人 阿们 都是两个人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才能 ok 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经历 ok 就如大卫说 下一张 就如大卫说什么 他有一个经文 他说 诗篇 有吗 你创造了我 诗篇139章 13节到16节 这是大卫说的 你创造了我 使我在母腹中成形 我称谢你 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 我心深深知道我在影处被造在母腹中成形的时候 你对我的形体一清二楚 我的身体还未成形 你早已看见 你为我一生所定的年日 我还没有出生 就已经系在你的车子上了 阿们 所以大卫说什么 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 在母腹上帝已经开始创造他了 ok 所以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被创出来的目的 我们是艺术品 是要来荣耀神 阿们 我们创造出来 是要来荣耀他 是要来服侍他 当我们的生命做得好的时候 当我们服侍好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里是很健康 很有爱 都活得很精彩的时候 你说上帝是不是被荣耀 阿们吗 如果你今天是很有钱 活得很丰盛 活得很开心 每一天 你是不是在荣耀神 你们知道你们是在荣耀神 阿们吗 没有人阿们好像 诶 我很有钱 好像不是荣耀神 阿们不要这样想 你知道吗 你活得丰盛在这个世上 阿们 你是在荣耀神 上帝是在祝福你 好 所以呢 今天就要回到这个主题了 我们被创造出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荣耀神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服侍神 OK 可能大家想到的那个服侍哦 可能就是在教会服侍而已 OK 今天我要讲的也是其中一个 在教会服侍也是其中一个 可是呢 今天我有三个东西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三个部分 你可以在这方面去荣耀神的 阿们 去服侍神的 OK 就是努力按神的要求去行事 米加书六章八节说什么 世人阿 耶和华一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耗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在 OK 第一件事 上帝要你努力的去做善事 去build好你自己 你要怎么样去努力的追求行善 OK 你要怎么样努力的去追求 神的形象在你里面 当你去追求 当你去努力 懂得如何去改变自己 远离罪恶 追求上帝的时候 你是在服侍神 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在服侍神 OK 因为当你不断地追求改变的时候 主啊 主啊 求你改变我 让我那些坏的习惯 让我那些罪恶离开 我要圣灵帮助我改变自己 你是不是在服侍神 你是在服侍神 弟兄姐妹 因为他撞到你出来 就是要你来荣耀他 他要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阿们 你看当一个艺术品 被人称赞的时候 当一个跳象的诗 他希望是什么 有人来赞美他的作品 对不对 哇 很美哦 你的作品 哇 这么可以 这么可以这样美呢 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会做到这样 真的是太美了 你想一下 你在这个世上你活得很丰盛 你每天过得很精彩 每天有上帝的祝福 每天很丰盛 上帝是不是得荣耀 对不对 上帝说 哇 我创造出来的人 可以荣耀我 我很开心 我创造他出来是有目的的 OK 这一种 也是一种在服侍神 因为当你荣耀神的时候 你就是服侍神 OK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努力去审查自己 我到底还有什么罪 我还有什么不好的 隐藏的 我没有改变了 我要如何的去努力追求圣洁 我要如何的努力去行善 有谦卑的心在里面 我如何可以每一天更加努力的 有耶稣的形象在我里面 Amen吗 这个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的服侍神 Amen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什么 好 第二个就是 努力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 OK 我们看创世纪 一章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偏满地面 治理治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在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OK 这个命令是给谁的 当时给亚当跟夏娃 亚当跟夏娃呢 上帝创造了他们过后呢 告诉他们 你有一个使命 你有一个目的 OK 我现在给你一个责任 给你们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要管理这个世界 生儿育女 管好我给你的这个地球 OK 今天呢 上帝跟我们每个人 也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吗 OK 上帝给我们工作 第一是什么 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Amen 要怎么样 帮助我们的家庭成长 还有就是我们的儿女 我们要怎么样去培育 我们的儿女 OK 怎么样去教育他们 All right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 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你们手中 正在做工的那一个的工作 你们在外面做工的工作 OK 所以呢 当你在家庭的方面 培养孩子的方面 还有你工作上 都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们是在荣耀神 我们是在荣耀神 Amen 吗 当这些部分 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 哇 这么你的家庭 很有爱 这么你的家庭 每一天就是很 别人称赞的时候 哇 你们的家 就是很有神的爱在里面 没有什么吵吵闹闹的 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很了解 每一个家庭成员 是没有隐瞒的 这个是世界上很多家庭都渴望 都很想要的 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没有 只有你的家庭有 那么上帝是不是得荣耀 Amen 上帝是不是得荣耀 你们是不是在服侍神 就是在服侍神 你知道吗 OK 然后呢 第二就是什么 生儿育女 如果你把你的孩子 在家里面 好好的培养她 好好的培育她 好好的去爱她 OK 小小的时候就让他们认识神 OK 长大的时候 哇 你的孩子 已经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很爱教会的一个人 很爱神的人 做父母的 是不是很得荣耀 是不是很开心 哇 我的孩子 有神的祝福在里面 有神的爱在里面 有一个爱教会的心 有一个爱神的心 你们都感到很开心 父母都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何况上帝呢 上帝创造你们的 是不是得荣耀 OK 因为上帝把那个培养 儿女的工作给了你们 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养育你们的孩子 培养他 OK 还有呢就是 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 OK 上帝给我们职场上的工作呢 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的去努力的做好它 在职场上有一个好形象 Amen吗 OK 人家知道你 哇 这个员工是基督徒 不一样的哦 他做东西哦 没有short cut的 很全心全意的做的 大家知道你这个是基督徒 OK 哇 这个Christian 这个基督徒是这样的 请问上帝是不是得荣耀 当上帝得荣耀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服侍他 OK 因为他创造你出来 不是白白创造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目的给你 OK 他不是白白的创造你 OK 好 所以第三呢 第三是什么 好了 第三 按照神给我们的托福 在教会中的服侍 所以彼得前书四章 十节到十一节说什么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的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缘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能力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 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Hallelujah 好 第三个 就是怎么样的服侍神 就是你在教会上的服侍神 Amen 看看你的旁边 看他有没有 你有没有在教会上 有服侍的岗位 看一下 看你的旁边 问你的旁边 你在教会开始服侍了吗 哎哟 看到了 你看我 看你 Hallelujah Ok 第三个的服侍呢 可能是很多人很怕的 在教会服侍 哎呀 我没有这个能力啦 哎呀 不能啦 我哪里可以 弟兄姐妹 教会是我们的家 Amen 教会是我们的家 Ok 所以呢 在教会里面呢 有机会来服侍神 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你说Amen 尤其是正在服侍人员的 应该大声地说Amen Amen 如果你第一 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有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有在服侍神 第二就是你有在自己 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已经服侍神了 Ok 第三 如果你在教会 你还没有服侍 还没有服侍岗位的话 赶快去找你的组长 Ok 所以我跟大家说 当你的组长 你的区长 找你 来服侍的时候 无论是在教会也好 小组也好 当你的区长 组长来找你 服侍的时候 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推掉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服侍神的机会 你知道吗 Ok Ok 我自己会常找人服侍的 我也 看过很多愿意的 我也看过很多 不小心按到那个西律 Ok 我也看过很多 愿意服侍跟愿意不服侍 愿意不能 不愿意服侍的 不能服侍的为什么 第一 他们觉得自己 不能啦 我不能 我做不到啦 我有什么资格 叫其他人啦 Ok 所以 当我们找你的时候 当你的组长 找你的时候 你的区长 找你服侍的时候呢 他们是看到你有那个能力去做的 Amen 他们也相信你 愿意去为上帝服侍的 Ok 所以我也打打广告一下啦 Ok 如果你真的是在想教会服侍 想在教会服侍的 Ok 如果你想 电脑也好 录影也好 敬拜团也好 PA也好 灯光也好 去跟你的区长说 或者是跟你的组长说 你想服侍 当然不会立刻批啦 我们也是要interview一下啦 Amen Ok 所以呢 弟兄姐妹 在教会服侍里面 是什么 是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建立 Ok 你在教会服侍里面 你是在服侍人 Ok 不只是服侍人 你也在服侍神 Amen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很多人想服侍 是服侍不到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想服侍 他却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当这个机会到你的时候 弟兄姐妹紧紧的抓着 Amen 紧紧的抓着 Ok 所以我repeat 我再看啦 我们再说 Ok 第一是什么 第一要努力 努力去按神的要求 去行事 如何去改变自己 如何去追求圣洁 Ok 如何追求公义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通心 每一天 在想 我要如何 做得更好一点 对自己 我要如何有 好的属灵的生命 我如何要有 神的心象在我里面 我如何要有 耶稣的心象在我里面 Ok 这个是第一种的服侍 你做得好的时候呢 你就是在服侍神 Ok 第二是什么 努力做好 自己手中的工作 Ok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思考 现在你认为 你自己手中的工作 是什么 Ok 肯定是 你职场上的工作 对不对 还有你家庭 你有什么责任 现在你在负责的 你有没有 把它努力的做好 Ok 上帝给你了 这些的工作 这些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把它 努力的做好 Ok 当你努力的做好的时候 上帝给你这个工作 你是在服侍他 Amen 因为 上帝给你的能力 上帝给你的过人的经验 才能 你有用出来 你去把它做出来 你把它做好 你是在荣耀神 服侍神 Ok 第三就是怎么样 在教会里面服侍 Amen 特别是 我想说的是 就是如果 你的孩子 特别是青少年 如果你的孩子 他说 Mommy Daddy 我想要来 教会服侍 Ok 很重要一点 是什么呢 尽你们的能力 去帮助他 去push他来 教会服侍 不要因为自己的 什么不方便 什么什么 而不让他来 教会服侍 Amen 当一个年轻人 刚刚在教会里面 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以后上帝是很重用他的 Amen 我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活活的例子 我14岁的时候 我14岁的时候 在我以前的教会 就开始带歌了 就开始带歌 那时候我没有这样高 也没有这样大致 比Eric小致一点点 哇 那个 竹林跟我讲 你给你明天带歌 你这样喜欢唱歌 然后你唱歌又很动听 然后我相信上帝 有给你那个 大领敬拜的恩赐 听到很爽 对不对 是啊 好啊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怎么样 明天要带歌 然后后面的敬拜团 全部是成人 然后下面全部是成人 然后很多的眼睛 看着你 好像我第一次讲到 这样紧张 现在没有这样紧张 你想一下一个14岁的小孩子 带歌 是什么心情 那天晚上真的睡不着 不过很感谢 那个愿意给我 机会服侍的那个弟兄 那个是牧师的孩子 也是叫Adam Adam在哪里 他也是叫Adam 然后呢 怎么样 小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呢 我一直有机会在我的教会里面 不断的摸索乐器 你知道吗 喜欢喜欢我就弹吉他一下 我就打鼓一下 我只要跟他竹林讲哦 竹林啊 我可不可以试看这个星期弹吉他 那时候我打得很烂的 就是没有这样厉害 你知道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陪你啊 你的音乐小声一点 我的大一点 如果你打错我cover你 他愿意给我机会哦 OK 然后呢 我又跟自己说 我应该可以打鼓一下了 OK 我就尝试打鼓打鼓 OK 我第一次我还记得 我服侍打鼓的时候哦 我只是枪慢了 你知道吗 枪 那个竹林 这样哦 我不敢打那个 咚咚咚咚 啪啪啪 你知道吗 我只可以 枪 一直枪慢了 很多对眼睛看着我 枪 OK 然后 OK 可是慢慢 慢慢慢慢 这个竹林 还是给我机会 他说 他说什么 我觉得你有这个恩乐的 这个天分在里面 你有这个恩乐的恩高 你想要服侍什么 我尽量让你 培训 那你知道 那么多年以后 我很熟悉了 我很熟悉了 OK 所以呢 我常问自己 我感谢 我很感谢神哦 我有这个机会啊 福分 很小的时候 我就在教会里面 服侍了 OK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他有一天跟你说 哎呀 我有兴趣 想要在教会服侍什么 什么 不要阻止他 你知道吗 不要讲 我这个星期没有 没有机会来教会 没有得来教会 下个星期先 千万不要 你知道吗 尽量让他有机会 来到教会里面服侍 因为你不知道 以后 他会很厉害 阿们 他会很厉害 所以最后了 当你知道 我已经知道 要在什么事情上 可以服侍神 原来我可以在 我的生活的每一天 可以服侍神 荣耀神 我也可以在我的工作上 我要完成的事情上 能够服侍神 能够荣耀神 原来我也是 还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那么 我们要 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去服侍神 有一个经文 大家都应该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也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法律和现实 一切道理的中感 阿们 所以上帝说 无论你如何的来服侍他 无论你如何的服侍神 无论你是在教会 你也是可以服侍神 你在你的家 你也是可以服侍神 你到外面工作 你也是可以服侍神 只有一件事 耶稣告诉我们 要牢牢的记者是什么 就是尽心 尽心尽意 还有尽力 尽尽尽尽 他讲的是尽 OK 来服侍他 来爱他 爱人 OK 所以呢 第一是什么 可能我有一个 把那个 那个修出来一下 OK 你要尽心尽责 的服侍主 OK 如果你有机会 你已经正在服侍主了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心 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 去服侍神 当然我们人会有染弱 不能做到100% 可是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 到底有没有尽我们的心 尽我们的责任去服侍神 OK 无论是在你的生活上 在你的家庭上 工作上 在教会上 我们有没有想要那个心 把它做好 要来服侍神 OK 所以呢 服侍神 就是要尽心尽责 Amen Hallelujah 所以第二 是什么 专益 要以专益的心 来服侍主 OK 所以我们要承杂自己 当我们有机会来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服侍神是带着什么的 心态 我们有没有专益 什么样的专益呢 就是 我们有没有把服侍神 放在first priority 有没有把它排在第一 或者是 当我们有机会要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会想 这个好像没有这么重要 这个 我工作的这边比较重要 还是什么比较重要一点点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而已 可能会想到 来到教会那边 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不过我如果去了 另外一边 我要做我忙的 那个 那个的 利益对我会比较多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OK 不过去 赦免 OK 所以 上帝说 你要我们 服侍神的时候 就要用专益 什么叫专益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事情 把它放在第一位 OK 把它放在第一位 就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最重要 OK 就好像我 不要 不要讲这个故事 好 第三 我们要讲师母了 不过不要了 OK 第三 OK 怎么样 要很勤奋的来服侍主 勤奋不可懒惰 OK 我们人都很懒惰的 对不对 OK 要很勤奋的服侍主 我们想一下 现在在我们的岗位里面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觉得 嘿哈嘿哈就好 得过且过就好 我们有没有 很勤奋的去找 我为什么服侍神 我哪里还有mistake 我哪里有做不好 我哪里做不好 我有什么需要进步的吗 OK 或者是 我还有什么机会 去找机会来服侍神 哇 组长 我想要服侍神 教育教会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多一点参与 OK 偷偷 想一下 偷偷我们信主的时候 是不是很火热的 哇 拼命的来教会 拼命的来教会 哇 教会的什么东西 都可以参与 祷告会啊 什么会 什么会 都可以来参与 可是呢 久了的 基督徒呢 反而是怎么样 越来越冷 下次先啊 这个 祷告会不要叫我啦 这个主日 可以 在线上看啊 不用来啊 OK 不是讲 是真的在线上 你知道吗 OK 不过 下个月 4月1号 已经开放了 对不对 马来西亚已经开放了 OK 所以教会 很欢迎每一个人 回到你们的家里面 线上的 OK 可能很多现在线上 我听别人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线上不要去教会了 已经习惯了 早上一起来 开Facebook OK 我可以不用穿这么整齐 可能穿着一个四脚裤boxer 这样 来坐在那边 或者是 可以坐得很 躺在沙发那边 拿着Facebook 我也是上主日啊 OK 可能你在开着主日的影片 然后你去忙其他东西 不懂 所以很多人 就会以借口 不用啦 线上也是可以啊 OK 不过线上的 你就要问你自己了 有没有真的是 真心的 在教会里面 在看Live OK 所以呢 我期望 4月1号开放了过后 就是 下一个星期对吗 就是4月3号对不对 OK 我希望这里的遗址 是可以坐满 有很多人 然后我一讲 阿们的时候 那个谁是阿们 要不要试一次 我们试给那个线上了 因为 然后我们再 1 2 3 阿们 听到吗 阿们了 所以你们 就要来咯 不要怕什么 不要怕什么 哎呀 COVID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哎呀 我们每次讲 很怕COVID 来教会 可是我们可以去 shopping 我们可以去买衣服 我们可以去拜年 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 OK 借口来的 借口来的 跟自己说 下个星期 我要来教会了 不要懒惰了 OK 教会 欢迎回你们 Amen 所以呢 所以呢 好 最后 就是提醒自己 每一次 我们怎么样可以 更加的爱主 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来服侍主 怎么样可以改变自己 加强自己 来服侍主 如果你在 你现在有服侍的 你在你的岗位上 你觉得 我做的不够好 我没有什么尽到心 OK 去研究一下 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OK 我怎么样可以提升 我的服侍的岗位 怎么样可以尽责 OK 怎么样可以更加的专业 去服侍他 不要让其他的东西 打扰我们 服侍主 就是服侍主 不只是在教会上 我们要服侍而已 在我们的工作上 把我们的工作都把它做好 Amen 把我们的家庭 上帝给我们的家庭 那个工作把它搞好 OK 好好的培育我们的孩子 OK 把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做好 OK 不只是这样 最后 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 有没有去追求 神的 追求神的 形象在我们里面 我们还有什么 还没有改变呢 我们还有什么罪 我们有没有求神 努力的去转化 OK 这种种种 当你去尽力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 服侍主 Amen 因为他撞造你出来呢 他撞造我们出来呢 希望我们能够 活出 上帝给我们的目的 能够 把神的爱 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Amen 当我们 做到出来的时候 别人就会看见 哇 大福星的弟兄姐妹 不一样的 有一种 神的爱在里面 有一种 很不一样的 影响力在里面 当别人 这样说的时候 这样想的时候 上帝很开心 你知道吗 Yes Amen Yes 上帝就 很得荣耀了 OK 所以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唱那首歌 我怎么能够 为主而活 我怎么能够 我怎么能够 看到你 我怎么能够